正所谓飞鸟进 梁公葬 小兔死 走狗棚 这样的事 几乎在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几件 尤其是那些开国皇帝 这样的事更是做得得心应手 比如汉高祖刘邦 宋太祖赵光义 明太祖朱元璋 他们在取得天下之后 纷纷把屠刀 伸向曾为他们征战天下的有功之臣 这其中宋太祖赵光义的手段 还算比较柔和 仅仅只是被九世兵权 并没有大肆杀戮 而刘邦和朱元璋就不一样了 夺得天下之后 对于那些功臣是能杀则杀 毫不手软 特别是朱元璋 仅胡为雍案和蓝玉案 就杀了五万余人 可是 很少有人 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多人 去批判刘邦 朱元璋 反而是有位帝王 被称为千古暴君 但是一生 却没有杀过一位有功之臣 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 其实皇帝杀功臣 有时候原因是有很多的 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功高盖主 确实某些功臣 在功成名就之后遇贺南田 或是仗着有功于国 为祸一方 皇帝出于无奈 只得将他们杀头至罪 但还有一部分人 却是因为皇帝的无端猜忌 而被冤杀的 秦始皇不一样 他对手下的功臣很仁慈 做他的臣子 不用担心立了大功 反而会被猜忌杀头 这不仅仅是因为秦始皇胸襟宽广 更是因为秦始皇 有着强大的自信 自信只要有我始皇帝在 这天下没有谁能从我手中夺走 就拿王俭来说吧 曾经在攻灭楚国之前 秦始皇就问过他 灭楚需要多少兵力 王俭回答说 楚国是大国 最少需要六十万兵力 就这还不一定够用 而一旁的年轻将领李信 却说二十万就足够了 秦始皇听了之后 觉得王俭老了 不忠用了 于是就前李信率 二十万大军公处 结果秦军是一败涂地 秦始皇后悔没有听举王俭的话 于是亲自向王俭道歉 并命他率六十万大军公处 六十万是什么概念 那几乎是当时秦国的全部兵力了 如果王俭当时 有不成之心的话 秦始皇没有任何胜算 但是秦始皇给予了王俭足够的信任 王俭灭掉楚国后 秦始皇对王俭大家封赏 甚至在后来 也很是重用王室父子 这里就充分显示了 秦始皇的气魄 如果他当时没有任用王俭 很可能他到死 也只是一个 强大诸侯国的君王 但是这世上没有如过 所以秦始皇成为了 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那么为什么后世历朝历代 都要贬低秦始皇呢 确实他杀了不少人 但哪个皇帝杀的人少了 怎么没见他们 像秦始皇那样遭人千百年唾骂 其实原因说来也简单 秦始皇曾焚书坑儒 尽管坑儒是后世的说法 秦始皇主要坑杀的是术士 但当时术士和儒生 也算是一类的 这样秦始皇就算是 把古代的键盘侠给得罪了 那黑粉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有再大的功绩 也扛不住这么黑啊 再加上秦始皇 大量征用名副修建长城 尽管是为了抵御匈奴 功在千秋 但确实是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还有他大新土木 修造宫殿和离山木 迷信长生不老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寻找长生药 弄得百姓苦不堪言 秦始皇有功 但也有过 我们看待秦始皇 一定要理性 不要人云亦云 否则这不仅仅对秦始皇不公平 更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